我叫百娘小微,一名视频制作者 我在收集药草的旅途中收获了两名新伙伴 又在听闻大英雄狄哥的事迹之后 被莫名选择了神秘武器的新主人 接下来我还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 不出你所料啊 咋的你还想暗算我们呗 不是,住手,你听我说啊 我刚到这个村子的时候 听这里老一辈的人说 大英雄狄哥为了保护这身大陆的合理 大魔王丧贼,殊死一波 虽然详细的过程谁都不知道 但是听说狄哥用自己的身体封印了魔戒之门 将魔王永远地隔绝在了魔戒 而最近的大陆动荡,瘟疫不断 都是魔戒之门的封印在变弱的原因导致 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我什么技能都不会 但是推演之术却略微懂得 我推演到有一位狄哥的传承者会来到这里 所以我一直在等待着他 诶,这人难道是 没错,就是他 还整自己也不可冒想啊 这地方还真是要等待 我觉得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力量 谁让我敲一下 这,这,这不合适吧 大郭,你不敲我头 我认你做大郭 你这也太没节奏了吧 大哥,从今以后你就死我大哥了 我就跟你混了 仙主大人 有个人正在给村民分发草药 什么,走去看看 不要抢,都有 你是谁,你知不知道这里是谁吵着呢 你不要以为你凶,我就怕你啊 大哥,大哥,他欺负我 你是 不用管我是谁 药草分发门城,我自会离开 那 哈哈哈哈,我呀 你干啥呢,又发疯了 下来 你究竟是谁 阿娘小卫,你不会真的以为这是你在做梦吧 哈哈哈哈 仙主,是村子后面那个没人拿得起来的神器吗 你不能和他们说呀 生活可不像游戏 我可不会说那么多废话 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